聊人当然要讲技巧 而聊人就能中这一点 当然要讲技巧方法才能中 看看十二星座的女神们 在喜欢的男生面前都有什么自成一套的大招吧 白羊女 白羊座的女神虽然不是情感的高手 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 却天生有一种特别高明的手段可以得到 在白羊座的心中聊汗的这种事 不需要研究的太多 反倒是常常遇到喜欢的人时 只要想到的人就会有很好的机会 金牛女 金牛座的女神不会放任自己去撩妹 而是在自己的人生世界里 要在喜欢的人面前表现 保护会觉得只有使用温柔的招数 才能让自己表现得很好 而金牛座女人的这个温柔大招 自成一套的技巧别人也是学不到的 双子女 双子座的女神总是喜欢在任何的时候 施展自己的撩汗技能 而且自成一套的技能不是一件 而是无数个高招 此时都可以想到无数的方法 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方法去面对 双子座对保守型男人有简单的方法对待 对外向的男人也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双子座使用的方式就是头戚所好 巨蟹女 巨蟹座的女神说起撩汗子的高招 还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高招 而且在她们的世界里 想要学一些基本的技能 也往往表现得很中一的效果 她们总是自成一套 以最传统的方式 把美食做得最好 成为最吸引人的法宝 狮子女 狮子座的女神在选择撩汗子的技能方面 总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得到更多 而且自成一套技能当中 别人比不了的魅力 大气十足的男人感觉男人范儿 也给了男生们非常好的机会 处女女 处女座的女神 一种追求浪漫极致的心情 总是会表现得与众不同 而且会用一种浪漫到苦酥 肉麻到极致的大小血 让人有一种完全没办法拒绝的技巧 天秤女 天秤座的人们常常可以有一种 特别的不情天生 所以是人群的焦点 而在人群的焦点 女神想要喜欢谁 想要表达的时候 那就是再要名字的男生 也是很难抵挡得了的